巴拉圭南巴尼亞多區 在這裡垃圾掩埋場就是我的家 生活條件惡劣 高達九成 幾乎破天荒的失業率 讓獨居老人過著有一餐 每一餐生活 直到志工帶著糧食走進這個地方 來到聖塔古斯 85%居民住在國有地的違建裡 以食荒為生 很難想像 這是一個超過10萬人的超大貧民窟 自從慈濟在巴拉圭首都 設置據點以來 發放跟援助已經超過20年 靠捕魚跟走私為生 深安納區儘管有豐富的 自然資源跟商業機會 人們仍就甩不開貧窮 慈濟走進社區照顧他們的生活 近30年這塊塔昆布區 經歷6次毀滅性洪水 每一次重建家園 結局都迎來心酸 今年6月以來 慈濟志工出動不下好幾次 到這些首都鄰近地區發放 雖然分身乏朔 但從居民希望的眼神中 志工們彷彿充爆了電 又能夠重新再出發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巴拉圭報導